大马拿过三面金牌 本届残奥谁可征金 东京奥运会在8月8号落幕了 很多人感叹说 大马在奥运又无法获得金牌 这个说法严格来说是错误的 因为大马拿过三面金牌 就在上一届的残障奥运会 2020东京残奥将在8月24号到9月5号展开 这次大马一共派出 22名选手出战9个比赛项目 我们分别是李祖安 阿多拉迪夫 莫哈默吉亚 皇家居 西蒂诺拉亚莎 布雷达阿尼利亚 诺塞夫 加美利西加 谢利好 李丁 阿布沙曼 徐朝明 周韦伦 S.苏雷斯 威罗祖林 莫哈默尤索夫 哈菲兹 祖海利尔 诺阿兹利亚 努鲁苏哈达 波尼 杨玉琪 其中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大马田径三雄 李祖安 吉亚和阿多拉迪夫 毕竟他们在上一届的残障奥运就为大马拿下了三面金牌 另外羽球男单SU5级的现利好也是世界排名第二 他能否为大马征金也是一大重点 以及射箭反虚弓世界冠军S.苏雷斯 可否在下一城拿下残澳金牌呢 上一届2016年里约残澳一共夺得三金一桶的大马代表团 本届目标放眼在羽球田径举重和射箭项目 争取三面金牌的 就让我们继续 Socom Malaysia